今天要给大家叨叨的电影名字叫做《决战艺世界》 故事一开始,土豆是一个大佬手下的得力助手 每次替老大败事得到的钱都是一箱一箱的 不过最近土豆想要筋盆洗手了 他想陪着妻子过些安稳的日子 但让土豆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妻子这天竟然被一群神秘的黑鹰人绑架了 土豆费了很大的劲去寻找妻子 但却没有什么踪迹 直到这一天发现 原来是自己以前的兄弟 把自己的老婆抓起来卖给了另一个组织 在土豆的纠缠之下 兄弟终于说出了神秘组织的地点 土豆赶紧拿着香蓝仓库 并指着一个穿黑袍的神秘人要求他放人 可是随着神秘人轻轻一抬手 土豆手里紧紧握着的手枪竟然自动的从天上飞了出去 土豆怒火攻了心 就想上去与戏单挑 但仅仅刚过了几招 土豆就落了下风 最后还被打趴在地上 而神秘人也没有去走土豆的性命 只是化作一道光逃走了 随后土豆抓住了从前和自己一起干坏事的混混 想要通过眼睛逼供从他们口中得出神秘人的下落 没想到混混却说 那群穿着黑袍的家伙其实是一批外星人 外星人正在地球上进行精英研究 而土豆的老婆因为颜值最高 所以才会被抓走的 很快外星人要来抓走地球上最美的人的消息迅速传开 火在美眼里的丑女们听后纷纷担心起了自己 实在是讽刺至极 之后土豆打听到了外星人连击地球的地点 是一处公园 土豆赶紧前往 结果偶遇了一个路过的精神科女医生 土豆把自己神奇的遭遇告诉了女医生 女医生并没有感到惊讶 并且还说自己的医院里有一个壮汉和土豆有一样的遭遇 壮汉这天早上迷迷糊糊醒来 发现自己并不在家里 一群人正像死猪一样趴在砧板上 身边还有一个穿着围裙的大叔正在给他们盖印章 壮汉害怕极了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逃了出来 之后壮汉拿这件事情去报警 结果被当成神经病抓了起来 最终在土豆的作证下 女医生相信了壮汉和土豆的话属实 三人一起去寻找了一个对外星人颇有研究的博士 他们拜托博士把黑衣人给引出来 果然一阵咒语和一阵白烟后 黑衣人凭空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最终壮汉土豆和女医生全部晕倒 被黑衣人给带走了 在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们就见到了壮汉口中所说过的情景 果然有一位大叔正在给人打标签 原来这些标签其实就是一种高科技之珠 只要人取下来就会死亡 随后土豆用高超的武艺华丽丽的解决了大叔 但最终竟然还是被外星人控制下来 这个时候外星人的女首领走了过来 咱也不知道这女首领在这展示啥呢 还整了一个绿光阵 这时土豆悄悄解开了绑着自己的绳子 然后拉着女首领同归于尽 故事结束 至于这个电影到底想起来